有啊有聽過 我剛好有朋友買在和雄地席 還不錯啊 有啊 聽說他們的價位都蠻高的 可是他們蓋的房子都蠻漂亮的 中屋特局 然後價格放了幾名 好像可以喔 蠻吸引人的 和雄建設品牌信賴度高 與南侃一丸八德都有推案成績 和雄過去的推案呢 轉手價格皆高於區域均價 顯示品牌的信賴度高 2020下半年新案 和雄五號花園 為和雄建設首度插旗中路代表作品 且開架相當清明 CP值超高 引發區域話題 中路特區是近幾年 桃園最熱門的重花區 其中北側司法園區 是區內大型公共建設之一 周邊環境靜密 吸引不少相關從業人員進駐 形成均值度高的知識型生活圈 此外 中路一號三號四號社會住宅 位於司法特區 分別預計將於2021年至2022年間完工 僅千戶住宅單位 勢必讓司法特區人口快速成長 市府評估未來人口需求 國際路大新溪路口的3600坪 行政園區用地規劃 轉型成商業用地 同時設置辦公大樓及商場 促進區域商業活動 共同推動司法特區發展 交通方面未將車潮有效分流 桃園交通局已完成可行性研究規劃 將從國際路與永安路口 至南平路進行道路延伸計畫 沿途可行接赴國路保清路 完成後 司法特區交通將更為流暢 以上利多政策創造眾多亮點 使司法特區成為區域最強潛力股 從2009年歷經11年 河雄建設就以亮眼的銷售成績 及龐大的推案量 在台灣建築產業上展露頭角 並且受到各方面的矚目 創造出更多更亮眼的成績單 河雄建設這次在中路特區推出的 一個首購型的建案 那是以防疫養生宅為主打 那規劃的產品是二到四方 屬於首購型的產品 搭配了一個VF淨流系統 那透過正負壓的原理 讓室內外的空氣做一個交換 在住家裡面也可以享受高品質的一個空氣 河雄這次在建材的部分 一樣有推出中風樓板 那中風樓板的話 以往在使用上都是豪宅的建案才有規劃 那中風樓板的厚度有達到22.5公分 那裡面的話是搭配保麗龍球 做一個剪音的效果 河雄五號花園打造居家幸福感 精緻建材的挑選 成就您對於家的美心美意 場成都不抗議 感谢观看